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单元 又想要为大家服务 记得前几集的播出 观众朋友来信 说非常喜欢这个单元 当然我们尽全力制作好 同时在今天的特别来宾当中 为您邀请到这位 在我们国语歌坛 可以说是一位一枝独秀的唱将 他的唱片推出之后 绝对是最畅销的一位 同时他唱歌的歌词意境 还有他的唱歌的涵养气质 可以说是一流的 今天邀请到现场 我们看看他的过去跟他现在 一起来欢迎蔡琴小姐 两位向观众会问候一下 太好了 这个提到我们现在过去的蔡琴 她弹了一首好吉他 谁说的 对呀 你看吉他弹得多好 蔡琴没有多好 它跟我名字一样 蔡琴配蔡琴 我想彼此见面的第一个印象是如何 我们先问问过去的蔡琴 你看看她现在的蔡琴 你感想如何 她好漂亮 真的吗 你觉得她现在很漂亮 这是过去蔡琴给现在蔡琴最佳的评语 我们看看现在的蔡琴对过去蔡琴批评是如何的 我蛮同情她的 我弥补了她的遗憾 其实也是很含蓄的 她能完成你以前的心愿 这一段是不同的 不要生气 因为我在练琴 是 界面第一个印象都相当好 那我们就开始送界面礼了 我们请过去的蔡琴 要送什么东西给现在的蔡琴 我有两个礼物要送给现在的蔡琴 第一个是这个番茄 为什么送番茄 就是因为它很有毅力 每天每一餐都吃这个水果 才会变成今天这样子的我 诶 你不能吐啊 番茄很好 我想吃 我也想减肥 好 先送给她 对不对 来 收下 还有一个礼物 这是什么 放大镜 送放大镜是让大家照照镜子是吗 不是 什么照照镜子 你不要这样乱讲 我跟你讲 我很了解蔡琴奋斗的过程 这个放大镜含义是非常深长的 我告诉你吧 这个放大镜根本不是要送给她 她是要送给各位观众的 我讲起来就激动 我本来是很有气质的一个歌手 为什么要送给观众 因为很多人都说蔡琴越来越漂亮 可是一般很庸俗的看法 就一定要猜她是不是美容 今天我就要希望呢 透过胡瓜这么公平的一个主持人 你拿放大镜照给他们看 到底什么地方她美容 她从来就没有去美容过 真的吗 对 我们老先看看到底有没有美容 是有一点美容 是不是有点美容 这怎么可能会参与 不是 我跟你讲 我据我的了解 她的个性不会去美容 而且她没有这个勇气 哦 那我们看一看 嗯 不确还会没有美容 把放大镜下送给美容 你说一下 那 这到底有没有美容 现在的这个蔡琴 你到底有没有美容呢 我当然不会去美容 以前确实很多人误解 还好她给我这个机会 怎么可能会去美容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就开始送 见面礼给过去的蔡琴 好 好不好 好 送蛋糕 哎呦 我看了都想吃了 嗯 嘿嘿 我现在问我们现在的蔡琴 为什么想送一块蛋糕 给过去的蔡琴呢 因为她爱吃嘛 哦 吃 爱吃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比较 好像比较胖了一点 比较营养 是是 难怪你会叫现在的这个蔡琴 你要吃番茄 减肥 那她没什么东西要送给她呢 哦 还有一个很重要 有一个体重 我看到体重机我就自己难过 不敢量体重 为什么送体重机给她呢 送她体重机是因为 希望她再减肥一点 尤其吃完蛋糕 一定要上体重机量一量 哦 随时要注意自己的体重 对 我们这样应该要有 有一个这种体重机 量自己的体重 量血压等等 啊 体重机可以量血压 不是啊 血压机啊 啊 血压机 啊 要表示自己身体健康 运动嘛 对不对 跟你讲 体重如果健康的话 血压这边大概不会吓到你了 可是我现在体重超重 可是我血压还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心脏麻痹了 哈哈 没有 好 交换礼物之后呢 我们马上进行问题了 我们现在问问过去的蔡琴 呃 我们知道呢 我们现在的蔡琴 在前一阵子呢 不要这么爱吃好不好 过去的蔡琴 现在的蔡琴 到底是哪时候的蔡琴 你是过去的蔡琴 现在的蔡琴 在以前拍过国内一部电影 叫做青梅竹马 这是我们国内的一大盛事 对 在外国影坛也 融获很多的殊荣 听说在国外呢 比国内的评语还好 而且还好很多 是不是 是不是 为什么自己在国内拍的电影 在国内好像没有什么主意 在国外那么受欢迎 讲起来就很伤感了 为什么 因为外国人比较能够欣赏现在的我 哈哈 现在的我 是她过去 她呀 她 现在的 现在的 您对这里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她是唯一跟国外观众水准 一样的国内观众 也提到这个点了 不仅是我们蔡琴 伤心落泪 整个国内可能 可能太先进了 那时候拍电影 水准气质都太高了 真是太不简单了 那你觉得她演技如何呢 她的演技只有我最了解 因为像这个我是什么 过去的蔡琴 其实我内心是充满了各种浪漫的想法 可是因为我的外表的限制 所以就很难说服别人 也没有这个机会 还好有一个叫杨德昌总 倒霉的导演 编了这么好的剧 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 让大家透过我没有表情的表情 所以这种演技呢 说实在 真的不是我们国人可以普通看得懂 对 只有盲人协会看得懂 整个盲人协会 不要生气 好 那我们现在问问现在的蔡琴 还记不记得过去的蔡琴 第一次谈恋爱 是什么时候 那就很惨了 很小很小 156岁的时候 遇到那时候她长相比现在还差了 你要同情我一下 你现在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就知道 再倒退几年有多可怕 那么男孩子呢 总是比较幼稚一点 就比较注意外表 那那个时候我当时比较吃亏 不太容易引起 我喜欢的男生的注意 对不对 那我就自己很适向 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 我就常常坐在窗前 看着我喜欢的那男孩 骑着脚踏车 从我窗前走过 那我们问问过去的蔡琴 你对他现在选择杨德昌 为另一半的终身伴侣 是不是终身伴侣 我是不知道 当然是 最我了解他应该是只想找一个太麻烦了 是是 终身伴侣 选择杨德昌 你对他选择杨德昌 会不会觉得他笨或选择对的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他选择对的 因为我觉得杨德昌这个男的还不错 而且可是有一点遗憾 就是说月薪稍微少了一点 我们问过去蔡琴一下 您还没出第一张唱片 恰是你温柔之情 听说就很喜欢唱歌 对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唱的歌是什么 嗯 不能讲说记不记得第一次唱的歌 但是我有一个 我第一首学会的英文歌 给我印象很深刻 今天能不能表演一下 没关系 好吧 可以蔡琴吗 我想我就演唱这首 Today Today 对 那是Tunite 我现在要唱的是Today 对 对 Tunite was a blossom Still cleans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I'll meet your tomorrow Shadow pass away Here I forget Oh Shadow pass away That is mine Today 碰 碰 碰什么碰 我在唱歌 唱歌真的好 是太好听了 我弹的跟我当初弹的一模一样的程度 哦 所以是弹起来 很想让别人睡觉 别人听着就想要睡着了 可是很温温的 歌声比琴声好听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叫蔡琴啊 哈哈 最近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可以发现 我们蔡琴的本质呢 其实是非常热情的 外表看起来非常冷漠 这个叫外冷内热 内热 什么内热 内热 嗯 就是他这个四个字形容 他们是最恰当的 但是他们两位呢 可以说是变化也很多 总而言之 不认识现在的蔡琴 或过去蔡琴 都是生活朋友的肯定跟喜爱的 这是不容置疑 好 最后两位打个招呼 好 我们跟观众们说声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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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好